这个就是拿下大哥的筹码 一个 圈梅 当年是我采的 我种的 我养 大哥在这放养了好几年了 一直在带养过程中 现在动手吧 看怎么把大哥 也融化了 这盆已经给大哥带养了多年 然后呢 这个是一个 血梅 剪汁的一个过桥 树形不错啊 就是一直在这个 禁养过程中 这个很多朋友总是问 盆景如何制作造型 其实归根结底 就是对盆景进行修剪 但植物它的特性 是科学理性的 不要擅自愉悦 比如说不同的树种 它存在不同的特性 同样的树种 在不同的地区 包括这个温度气候 它也是有所区别的 所以这个咱们总是说 一定要因地制宜 包括修剪 包括掩护 咱们现在就来说一下 什么叫植物的理性特性 有以下几点 比如说 不平衡修剪 也就是不要全面修剪 而是根据这个盆树的生理特性 有利于造型 包括枝条健康生长 咱们避免这个病态的缩枝 而采取的局部修剪 包括抽剪 包括控枝 这个抽剪和控枝 大伙应该都有所了解吧 如果不懂的情况下 咱们可以在作品下方留言 咱们下面的作品 再具体的详细的说一下 抽剪和控枝 然后它的第二个大特点 也就是平衡修剪 也就是全方位的修剪 一般这种情况 是在盆树接近成型 或者说枝条 比较成熟丰满的时候 咱们要进行平衡修剪 第三点 也就是带叶修剪 也就是指的是 咱们剪结的时候 所留的肢结一定要带叶 如果说不带叶的情况下 可能会导致